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位党国的首长 所以这也意味着内阁需要保留完整 也就是国会不能够解散 而马华总会长廖中来表示 我国还未接获习近平访马的最后时间表 但如果习近平真的在10月来马的话 这将会是他第二次访马 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 香港女艺人林雅思日前在文东文化街 自导自演的假打抢 除了引起谩骂声不断 现在事件也越演越烈 文东华人大会堂主席 罗龙年今天连同多位的理事 召开新闻发布会后 前往警局备案 严厉谴责林雅思草作新闻不负责任 罗龙年表示 林雅思的造假事件 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形象 破坏我国的声誉 也对文东人造成伤害 让文化街蒙受污点 所以他期望类似的事件不会再重演 他也促请外国游客 尊重本国的法律和文化 不能够罔顾法际 胡作非为 事件发生之后 林雅思曾经在脸书贴文表明 只是误会一场 之后怀疑因为不堪舆论的压力 已经删除了脸书的账号 记得尝试联络他跟经纪人 但都联络不到 而他至今也还未现身 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中东国家沙地阿拉伯 埃及阿联酋 巴林和野门 周一突然宣布 跟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 以及切断跟卡塔尔海陆空交通的联系 他们指控卡塔尔政府 支持以及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声称这是为了要保护国家安全 免受恐怖主义危害的自保行动 卡塔尔政府表示 对该五个国家的决定感到遗憾 但不会采取对等的报复行动 卡塔尔盛产石油和天然气 曾经在2006年主办亚运会 并且将会在2022年主办世界杯 在2010年末 阿拉伯国家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 当时卡塔尔表态支持示威民众的立场 惹来邻国的不满 沙地阿拉伯 阿联酋和巴林 还一度召回驻卡塔尔大使 最后有余乐消息 美国小天后爱丽安娜 早前在英国曼彻斯特开唱之后 发生了爆炸案 至今已经两个星期 她在大马时间 今天凌晨举办了慈善演唱会 把所有的收入都捐给了受难者家属 一票的好友包括Catty Perry Miley Cyrus和Justin Bieber等大牌歌手 都有参与演唱 加上现场6万歌迷 誓言要挫败对恐怖主义的恐惧 英国红十字会表示 在三个小时的演唱会期间 筹得了约1229万令吉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百格大世纪是由Cortex为您呈现 Cortex Tecron 五星级燃油 经过改良 发挥更强大动力 更有效的减少摩擦 高达4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